去年,政府一共播出了近一千亿元推出应对疫情的纾困措施,有助于缓和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,对保健康、保企业、保生机起了显著的作用。 虽然冠病疫苗已面世,但全球各地仍面对疫情的冲击,复苏之路不平坦,也充满不确定性。 政府将通过今年的财政预算案,播出110亿元,设立应对冠病坚韧配套,继续帮助国人和受疫情重创的领域。 首先,用来保护国人的健康,包括推动接种疫苗的工作。 我呼吁大家,接种疫苗,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。 为协助持续面对压力的企业,政府将再次延长雇佣补贴计划。 受影响最大的航空、宇航和旅游业的补助将延长6个月。 其他领域,例如零售业、文化艺术、餐饮业、建筑环境业,这将延长3个月。 受中创的领域,例如航空业、陆路交通业、文化、艺术和体育界,也将获得额外援助,帮助他们保持核心能力。 冠病疫情也加速了已经出现的重大结构性变化,开启了新的合作与竞争领域。 因此,我将拨出240亿元,鼓励企业转型、创新、把握区域和全球市场所带来的机遇,为国人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。 政府会加强新加坡与本区域和世界各地的联通,促进货物、人才、数据等方面的流动。 同时,政府也将提供多种平台,鼓励更多企业进军区域市场,加强区域合作。 政府还会推出和延长一系列资金投资和津贴项目,帮助企业融资,帮助他们转型和扩充业务。 为了鼓励国人提升技能,帮助企业重新设计工作,政府将延长星星相连就业与技能配套和能力转移计划等措施。 另一方面,我们也将提高护士和部分医护人员的薪金,肯定他们的努力,并吸引更多人才进入这份有意义的行业。 我借此对过去一年为冠病奋斗的医疗团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。 政府也将继续建设更有爱心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,照顾不同群体的需求。 我将推出总值约9亿元的家庭援助配套,为国人提供额外短期援助。 这包括一次性消费税补助券、现金特别补助,以及社理会生活补助券等计划。 未来两年,政府也将在全岛各地正设社区联系站,这将让更多的租赁主屋家庭受贿。 此外,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发挥群策群力的精神, 鼓励更多国人回归社会,支持慈善事业。 我们要确保新加坡可持续发展,为世世代代打造宜居的绿色家园。 政府将与国人通力合作,推动新加坡绿色发展难途,应付气候变化。 我们也将大力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,以刚好的支持电动汽车在未来的发展,减少碳排放量。 为了鼓励人们减少用车,汽油税也将马上调高。 然而,政府会为各类车辆提供不同的回扣,帮助公众减轻负担。 总的来说,我国的财政空间预计将进一步紧缩。 我们也必须平衡短期和长期规划的需要。 我去年提到,我们不会在2021年调高消费税。 可是,为了应付我国的经常性支出,消费税的上调不能延迟太久。 必须在2022年到2025年这段期间做出调整,并且应该会较早落实。 但具体上,上调的时间,我们还是要被根据经济前景来决定。 政府也会在今年把国家重大建设接待法令提成国会,为长期的基建项目进行融资。 这个做法不但能让几代人共同分担基础建设发展的费用, 避免大幅度的征税也体现了集体责任的价值。 这个财政年,我们将再次动用国家储备金,以推出应对官兵坚韧配套。 这是非常艰难的决定。 储备金是历代国人辛苦累积下来的血汗钱。 因此,我们需要格外珍惜并善加利用。 在此,我感谢哈利马总统原则上支持政府在动用储备金。 过去的一年,国人关怀互助,群测群力,努力对抗官兵疫情。 先辈们谨慎理财,畏与筹谋,更是起到关键的作用。 这些价值观让我们发挥同舟共济,建议向前的精神。 而这份可贵的精神,需要的正是国人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。 不单是在国内,新加坡如果要继续取得成功,还必须和世界各国建立互信,共同为未来的挑战,寻找解决方案。 让我们携手同行,越战越勇,继续我们子子孙孙和子子孙孙建设更美好的未来。 同时,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备受世界各国信赖的闪亮小红点。 谢谢。